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20号星期六 之前昨天讲了 就习近平这已旧换新旧事方案 出来了之后 据说效果还不错 如果当时正好你想买东西 然后又了解价钱 那你现在又了解完价钱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合适 对不对 连补贴带折扣最后挺合适的 1500就399 对吧 这个其实是个好事 但是就是说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就在探讨 我昨天说跟台湾的购物卷差不多 台湾那是叫什么叫振兴卷 振兴就刚开始叫振兴三倍卷 后来振兴的五倍卷 那跟这里边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区别 是什么呢 这里边就看出来习近平的小心思了 是这样 台湾当时也是因为新冠 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和消费 2020年推出来叫振兴三倍卷 这是第一次 到2020年又出了振兴五倍卷 咱先说三倍卷 三倍卷的时候当时被骂了 被蓝营的这些人骂 怎么回事 他这样 他说民众需要先行 自行 你要支付1000台币 买一个三倍卷 就是你拿了1000台币给政府 政府卖给你一张3000台币的一个购物卷 然后你拿那购物卷 可以当三千块钱使 但这里边有一千块钱是你的 有两千块钱是政府给你补贴的 然后你拿这个去购物 购物之后 你比如你在哪儿买了 交给了商家 然后商家拿了这些钱 他就跟政府把钱换出来 搞三倍卷 然后就被骂了 被骂了之后没办法 到了2021年 就可以说叫振兴五倍卷 那么和2020年 就前一年的 支援三倍卷的不同 五倍卷的金额更高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说的最早的时候 本来推五倍卷要干什么 就是说你拿1000块钱 给我买一个5000块钱的 你知道吗 你去个五倍卷 后来这个月被骂了 被骂太好了 原本规划是民众的 花1000块钱 兑换5000块的五倍卷 后来编成干涉账 我免费发放送给你们 我不要钱了 你们也别骂我了 要么他们说拿1000块钱 买3000块钱的卷 乱一下还在骂 不是老百姓骂 所以干脆就算了 就变成五倍卷 就免费送了 但是因为名称 已经获民众所熟悉了 大家已经知道 三倍卷是干什么的了 所以就还严用了 五倍卷这个名字 但是实际上是免费的 但是三倍卷 当时是收钱的 这五倍卷能干什么 三倍卷五倍卷 可以在餐饮 夜市 市场 旅游 住宿 还有交学费 小孩交学费也行 交学费 还有补习费 上补习班 补习费 还有在百货公司 去购物 也可以 还可以购买的什么展览 演唱会 体育赛事的门票 其实还挺多的 反正就鼓励消费 主要就鼓励你消费 还贷款不行 不许还贷 主要就是消费 就挺多的 中国为什么不出 类似的这种东西 就算你说三倍卷 五倍卷 或者购物卷 就差不多的意思 对不对 或者贷金卷 都可以选名字 就下企 大企 那么个意思 中国为什么不发这个 就是说习近平的 一个小心思 一个什么小心思 你知道吧 就这样 如果给你发了购物卷 让你去商场买东西 对不对 那假如你不买华为的手机 你买苹果的手机怎么办 对不对 你买索尼的产品怎么办 你买三星的产品怎么办 这不行 这肥水起步落了外人田 你明白吗 所以中国 我们不发购物卷 我们发补贴 补贴 我直接把补贴发给厂家 发给什么京东 或者发给谁的 那么这些厂家 都是我中共选的 电动车上 我也给你补贴 你知道吗 那么我可能会补 当然了 这个事 就一碗水要端平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 比如说 你看我买电动车 要给补贴 那我买小米 小米就算国有企业 不是国有企业 是民族企业 对不对 就可以说民族企业 对不对 民营企业 我想应该会有点补贴 那我买特斯拉有没有补贴 那他呢 他有一个小心思在里边 他呢就不想呢 就是说你买特斯拉的 给你补贴 就是说你要买这个 小米给你补贴 但是这东西他不能说出来 然后他不能说出来 他有个小心思 他里边弯弯绕 那最后他怎么把它绕绕绕 绕到最后呢 绕成了 就是说呢 只有民营企业 或者说是民族企业给补贴 然后呢 外国企业不给补贴呢 这个我不知道 我觉得也不能做这么决 因为做这么决 觉得太难堪了 你知道吗 这么觉得最后 合制就是这个 我要买个彩电的话 还不能买索尼 不能买三星嘛 你懂吗 这我不知道 但是呢 据我听说 他这里边是有这么一个小心思的 但最后他怎么玩呢 我们再说 等我弄明白 他怎么玩 我再跟你说 但他现在呢 就是这么个想法 你知道吗 反正这个目的是这样 当然了 这个东西 一旦被我们说出来之后 因为他为了面子 老公为了面子 可能也不这么搞了 那就被我给破坏了 这就是什么叫 看破不说破呢 你一旦说破 人家就不好搞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反正是 他就有这么个小心思在里边 但是呢 他又不想到做得太明显了 不但你们 就特别明显吧 你就 我买特斯拉 一堆钱补贴 要买小米 给二十万补贴 那美国又不干了 说你又开始 又补贴你的这个企业 那我们没法给你竞争 你哪里这么搞的 对不对 反正可能就 他可能就要骂你的 对不对 老公还怕骂吧 就说这意思 但是咱们看看 好不好 咱们看看 咱最后 我也特别想知道 就是说 你知道吗 中国呀 这当官啊 就在正好 你知道吗 比如说习近平 有这么一个小心思 他这为难 他也想不出来 他跟下面说 说你看啊 咱们发这个东西去补贴 咱们能不能尽量 咱们不是说一定啊 咱们尽量 让老百姓呢 买咱的民族企业的 不买他们那些东西 买华为的手机 不买苹果的 对不对 当然就是 习近平可能话 不会说这么明确 这个中国这个当官呢 难度就在这了 就领导呢 给你一个眼神 你一看 领导是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又不能把它说破了 这看破不能说破 你不能说领导 你是不是就是不想 不想想买苹果手机 就想买华为 你不能这么说 说你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说 你说领导 我有一个好方法 咱们怎么着 然后最后呢 领导一想 能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名利上 说起来又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行了 这就装办公厅主任 对不对 就升上去了 你懂吧 所以呢 这就是 但是中国呢 就不缺下面这些呢 就是鬼门鬼道的 能够就是耍这种小乱乱人 然后中国就 他专门就出这种人才 他最后呢 就在下面 一定能想个方法来 让领导呢 面子上好看 下面呢 说不出什么来 然后呢 外国企业呢 虽然心里明白 但是呢 也没法指责我 我就 嗯 把这事给你们做了 你知道吗 这中国特色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活呢 我就干不好 说实话 你现在你要让我想 我都想不出来 我就干不好 这个活 做到中国 混不下去在这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咱们看看 咱们看看最后呢 中国哪一位能人 能够呢 把这个事呢 给习近平办了 让习近平满意 咱们看看好不好 反正这个事呢 最后的只要他们这个 发出来 咱们一旦弄懂 咱们也学学 咱们也学学 啊 我觉得你们呢 咱们观众呢 也可以想一想 哎 你要想一想 我应该怎么办 好不好 但是不要给我留言 不用私信我啊 你们给习近平留言 私信给习近平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们你们私信给我呢 我也干不了啥 好不好 咱们最后咱们看看 咱们看看最后老公呢 到底是怎么干的 但是现在看来很明显 他有这么一个小心思在里面 好吧 那真心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